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不要在室内或门窗附近使用汽油泵或发电机 咨询地方政府 确定可以合法排空洪水的地方 当地下室被淹时 不要急着抽出水 为什么呢 因为您的房子外面地上的水推向地下室墙壁的外部 而房子内部的水往回推 如果您太快将地下室的水排出去 墙壁外部的压力将大于内部的压力 这可能导致地下室地面和墙壁碎裂或倒塌 当房子外部周围的地面不再有洪水时 即可以开始排出地下室中的水 使用便携式排水泵除去积水 可以租用泵 也可以从当地无金店购买 有些泵是潜水泵 有些则不是 因此确保检查所用泵的类型 开始将水抽出至水位下降2至3英尺 标记水位 然后等一晚 次日检查水位 如果水回升并盖住了标记 则说明排空地下室的水还太早 再等24小时 24小时后 再将水抽出至水位下降2至3英尺 并在第二天检查水位 当水停止上升时 再将水位抽至下降2至3英尺 并等一晚 继续一次排出地下室的水2至3英尺 直至将地下室的水抽空 这个过程看上去可能耗时且单调 但将最大限度地减小对您的住宅的损失 并确保开始安全恢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